终于兄弟续战统一师 吕燕青主场对决统一左头 飞力士 机中加入中指的吕燕青 累计七场先发 夺两胜两败 防御率四点四六 不算出色 反观 飞力士 十一场先发 六胜两败 这当中六场优质先发表现 防御率三点二五 从数字来看 客队小小利多 但数据可不能代表一切 吕燕青前三局只让对手出现过一只安打 统一先挂上三颗鸭蛋 自家打线这边 前两局也都有得点圈攻势 只是事实一级还没看到 OK的 事不过三嘛 三局下 一出局后 许继红左外野二雷安打 前面祝总都用助攻推进等Hit 这回来到中心打线 没理由放过啦 第四棒陈子豪交给你 中外野深远二雷安打 得分当然没问题 中心兄弟先持得点 统一直到五局上才找到突破口 高国庆跟林戴安 一支二雷打加一个中外野安打 抢回一分 战局扳平 总继李渊青主投六局被敲 五支安打送三K 就只在第五局掉这一分 能不能顺投候选对场 答案是可以的 五局下 中心等到菲力士失准 一口气打了八人次 单局累计出现 三支安打选到两个宝送 成就了一个三分大局 基本版四比一不说 杨菲力士只投四点二局 就下台一鞠躬 三分差距直到八局上 中心启动第二任中继投手 吴俊伟时才又有变化 小黑状况不佳 投了八人次 虽然制造了两个出局数 但也被敲出五支安打 投了一个触身球 让同一一鼓作气 进账六分 成功助扬变色 变成六比四的后来居上 中心虽然推出了 转运手关大员 有效止血 无奈伤害已成 师队在用陈允文 收拾八九两局 中场 同一就以两分差获胜 终止三点半 国外体育台综合报道